欢迎杨理事长 各位来彼此作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管理我们众人的众人这些伟人 来看看他们怎样来经营我们的世界 那我们听到了他们是以都会的生活方式 以都会人来地理的自然的运作 让都会的发展 恒火的发展 为何学会作为运作之处 但是这样的运作之处 就在我们接下来的第二单位单位里面 我们就必须承受了1.2.5的身高 所带来我们健康付出的代价 而这样的一个情况正代表了 我们现在地球 因为地球都会化 我们生活背景的自然运作情况下 所有所产生的一些问题的 跟运其中的一部分 那当然这里面不仅仅这样子而已 包括了所有一切可能 即将让地球变成我们 没办法生存的空间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在这边举个点讨会 是希望能够从行动上 从整个运作上能够让这个都会的运作 能够把能够减低我们人类的欲望 或是我们能够让自然的运作 能够重新再回到都会里面来 而不是像我们过去一两百年来的发展 是我们在都会的运作中逐渐的加强 并逐渐的把去侵占到自然的社会 让现在目前让我们的地球没办法 以后我们能够未来能够继续尊身存的根本 那这样的叫做有序 但是当我们在都会中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节目减碳 或是我们在把在减低会化碳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 甚至在1994年的京都一定数里面 在整个实行的过程中 都是非常地迷惯的物理我们的目标 那这样的一个运作呢 那这样讲的我们未来这个地球 看运了好 但是在我们台湾 这几年来的环保团体跟环保人士 包括我们东京茂 叫做所做的 所带领的这样的一个运作情况下 让你们看到了曙光 那我们可以把能够更有活力来继续 往我们真的能够有序的这条路来走 那今天呢我们的研讨会 不仅是一个一个知识的交流 而是另外一个行动的起点 我们相信说从现在出去 我们能够更能够把能够发挥我们的力量 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地球 或是我们的环境都能够把有序的真正的有序 而不是为某一些人他的财产或某一些人的利益 或某一些人的权力运作 而来赞颂我们子孙的运作的可能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我们今天的研讨会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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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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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